這是什麼東西 有點恐怖耶 我覺得有點像 外星人 可愛嗎 早來 大家好 我是Vivian 薛瑞 每一個月的一號吃素 簡單簡碳 一年有一天 11月25號是那個吃素日 但我覺得一年一次很容易忘記 所以一個月一次就不會忘記 而且就是一個月的開頭第一天 有一個新的調整 跟一個新的改變 那肯定是三天不要看手機 手機沒收 其實一天已經很痛苦了 就是三天 也就是說三天不能出門 因為你出門就沒有人找得到你 現在大家找不到人會很焦慮 所以三天就放空 做做別的事情 從生活中做起嘛 就是節約用水 然後我自己是兩天洗一次頭辣 會覺得是有省到水 以前我泡澡的習慣 工作很累回去會泡澡 現在也幾乎很少泡了 然後還有我冷氣會盡量控制時間 睡覺想要睡得好太熱的時候我會開 可是白天雖然很熱 但是我就不會開 我就會開窗 自然風 沒風就算了 家裡有很多扇子 我自己扇 我的畫畫程度是幼稚園 怎麼會這樣 發生什麼事 有限制我時間嗎 有限制我時間嗎 有嗎 有這種人嗎 誰啊 不行耶 我覺得這不行 我要整個刪掉 這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有點恐怖 我覺得有點像 外星人 沒有要打分數什麼的吧 不好意思 怎麼樣 可愛嗎 早來 我覺得人類跟地球的關係 是不可切割的 因為今年我寫了一首歌 叫翅膀 就是在講一個隱形的力量 彼此需要彼此的一個 不可切割的愛 其實這是翅膀 但是我位置不夠 所以看起來很像 外星人的什麼 我覺得幼稚園 幼稚園大班看得懂 幼稚園大班應該看得懂 我的構思 拍賣 拍賣 拍賣